原来除了城墙上的属城器械 这城内也是机关重重 比比东正是想利用这些陷阱 将我为上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快速解决掉妖魅 尽快赶到三哥那边 我是 我辜负了您的出途 天使军团已经集结完毕 现在就发起反戏 城内行事未明 得尽快结束这边的战斗 可恶 我不想走 一九分计 虚空之赢 若让他完全吸出此招 并会令我军死伤惨住 还因不及 这次休想再逃走 起发魂技 七杀精雷起 一箭破弹弓 鬼包长老 你还有心思担心的原因 噶 就是 咱们 痛 你受的苦 远不及我灭宗之痛 五魂帝国欠七宝琉璃宗的两千条金银 我会一亿抄还 接下来得助大军尽快入城 第一小队 关注他们 第二到第十小队 分离三宗 发动六号攻击 第一小队 武依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天使军团太难缠了 连一丝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非课程得最初救火 我必须刺资料 你 vert巾 我的天使军团太难 我不能带你 我飞涌 快大人 帮我 能定 都可以 我 不是 你 周朴 快大人 你 对 好像 an 吃 快战队 你是有个人敌我不分的吗 武魂帝国这是要干什么 你必须分地 你必须是皇后 你必须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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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皇后 你必须分地 你必须分地 小心 我没事 主精 地团关机 白虎流星雨 关注他们 这支精锐 名为天使军团 人数不多 但都是魂圣级别 以上的强者 武魂帝国的底蕴 果然神厚 这天使军团的整体实力 远在击打宗门之上 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领队 对战局的判断 十分准确 一出手 便将所有攻击 集中在大桥附近 只能阻止我军主力 继续向前推进 又能让桥上的前锋部队 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小心 若不尽快中断 空中的火力封锁 让主力大军继续推进 桥上的前锋部队 还有城内小三 他们的处境 都会十分危险 竟然直接就做出了最有效的反击 这就是武魂帝国精锐的实力吗 幸好我们提前收到了天使军团会来的消息 武魂帝国想发动空中作战计划 我们也可以齐人之道 环制齐人之身 唐家军听令 做好飞行准备 国师制定的空中作战计划 应该是让唐家军 以人海战术 搭配诸葛神奈来实施 不错 只要唐家军在空中组成反攻阵型 就可以对天使军团发动集体攻击 但现在空中火力密集 且逐渐不改武军处立 这种情况下起飞十分不异啊 过去老伦这集 大家趁机反攻 一击活机 有虎头分身 顺移 作词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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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 眼尸多跑 我要为大家抵挡了这轮攻击 九宝尘光不提 白虎流星鱼 凤凰流星鱼 灵魂帝国还真是安排了不少后手 也不知道哥的情况如何 赶紧邪火 净之便宜 我的攻击竟然完全无效 哪怕这些石像 用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 也不可能在我的十万年魂境下 毫发无伤 这几种一定有什么弧怪 能让我的攻击无效吗 只有一种可能 汉海投骨第四技能 成分破国 石像果然是假的 而他们的魂力皆来自 很快地遭挤 石像果然是假的 你怎么这么快就会识破了 凯凯 何alt 与唐弟子听令 为唐家追逢泰洛 原来如此 博士说过 唐门御塔 图为一支纯防御系魂式部队 其整体防御力 远在五魂帝国的 向下军团之上 甚至在整个陡落大陆 都难找到对手 所以由他们去抵挡 天使军团的攻击 就能为唐家军 撑起一片没有阻碍的天空 继续进攻 只是诸葛神怒 虽然能对付 炎灵宗和火炮宗的魂师 却未必能伤得了这些魂胜 老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所以给部分唐家军 配备了攻击力 更强的雷火箭 台湾 可吃 两人 在凌晨